共同生活七年的陈莲英和廖亚宝到底是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两个人一个坚决不回头一个苦苦想挽留 带着这样的矛盾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 陈莲英廖亚宝两位当事人今天来到辽宁卫视复合天使的调解现场 想好好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那么这段并不被法律保护的感情纠葛 能不能在我们的权力调解下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呢 今天两位当事人在自己自身自愿的情况下 也来到了我们的舞台现场 我们现在有请两位上场 我们欢迎廖先生陈女士 有请两位 你好廖先生请坐 陈女士 你好 主持人好 好的 在请出两位当事人之后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今天的诉求分别是什么 我们按照女士优先的情况 我们先来问一下陈女士 您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希望她以后不再骚扰我了 廖先生您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我想她 再回到家里 首先问一下陈女士 那你说分开之后 廖先生对你进行了一系列的骚扰 有没有具体的情况能够跟我们现场说一说 不停的拨我电话还有发短信 从分开到现在 她一共给你打过多少个电话 你记得吗 总共啊 总共 总共可能上万个吧 上万个电话 你都接了吗 有些接有些我都把她拉到黑名单 她也是拿那公众电话打 或者是接朋友的电话打 那她给你发的那些短信内容有哪些 短信内容都是威胁 不要我看我女儿啊 或者是带我女儿去自杀的那种 还要带我女儿到其他城市去生活 不要我看 是那样子的 就是利用女儿来恐吓你 是啊 拿女儿来威胁我 就这样子 好 刚才陈女士上场之后 一直就在说 在分手的这段时间里 她一直受到廖先生的一些电话 和短信的骚扰 到底这些短信和电话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现在也有请我们的调解助理张森 来为我们出示一下陈女士 跟我们所说的证据 来有请 现在呢 我手上拿的这部手机 是陈女士在上场之前给我们的 上面呢 有她最近的短信和通话的内容 现在呢 我要把它拿给我们的律师 请她来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在二人分手之后 廖先生的这些短信和电话 属不属于骚扰 好 有请张森 主持人 刚才呢 我大概的这个浏览一下 这个短信和内容啊 我们俗称的骚扰 就老百姓讲的骚扰呢 从法律角度上来讲 他就是讲的是构不构成侵权 那么如果要是说 总是一天接数量过于庞大的短信和电话 特别是自己不愿意 接的这样的一个 同学内容的话 如果数量达到一定程度 是构成侵权的 好 谢谢贾律师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